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出现在工作照中,从荧幕返回舞台,是失去还是收获? 如梦之梦开启九周年九成巡演,如今已经来到第六个城市,深圳。 这也是这部话剧时隔三个月之后再次登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此前的三个月里因为疫情的原因被迫取消,所以这一战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 历经了诸多的困难才能如期而至。 10月28日,这部话剧将在深圳保利剧院正式拉开序幕。 许多抢到票的观众欢呼雀跃,终于能够一睹肖战的风采, 能够在五号病人的故事中开启入梦之旅。 在27日的时候,如梦之梦的所有演员仍在紧张的排练中, 希望28日的首演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和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6日的深夜,如梦之梦的首席制作人王可然老师 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长达54秒的幕后花絮视频, 此时的时间是凌晨1点52分。 也就是说,尽管白天已经进行了非常紧张的排练, 但所有的演员毫无抱怨依然坚持到深夜, 希望中间这三个月的陌生能够尽快形成更好的默契。 虽然只有简短的54秒,但让所有人为之振奋, 肖战的身影出现,因此也有网友将其称之为工作照。 虽然肖战在话剧这个舞台上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和成长, 此时外界仍然有不少的质疑声, 比如有网友表示,肖战从荧幕返回舞台, 是失去还是收获? 话剧结束之后他又会开启怎样的一段经历? 追溯过去的几段舞台, 当肖战初次与五号病人这个角色交手的时候, 依然是有些声色和紧张的, 就像他本人在采访中所说, 有时候手心都会冒汗。 但每一场表演下来, 他在聚光灯下的时候将自己融入到角色中, 慢慢地不再紧张, 而是一种更加从容的状态。 仿佛此刻,自己就是五号病人。 其实这种状态在业内人士的眼中, 就是一种恰当而又独特的表达, 肖战以其自身独有的气质将五号病人的特点, 与情绪起伏拿捏得非常精准。 不管是这个角色的困惑还是迷茫, 是愤怒还是平静, 都在一个眼神的转换与情绪的张力中凸显出来, 所以说他的表演自然而布着痕迹, 同时又有打动观众的力量。 那回到原题, 此时外界对肖战的质疑声已经越来越少, 大家也期待能够在更多的影视作品中看到他的表现, 而不仅仅限于连一张票也抢不到的话剧。 其实, 话剧这个舞台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 在这种长期的沉淀过程中会让肖战的演技直线提升, 在与前辈的交流学习中, 内心的浮躁状态也能够被逐渐放下, 将会对未来的道路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知。 按照业内的说法来看, 演员参与话剧能够在后期形成一种良性的降维打击。 简而言之, 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与精力之后, 自动抛开流量艺人的枷锁, 在后期的影视作品中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毕竟在这段经历中, 只要放下了明星光环, 放下了明星效应并降低姿态, 都会形成一种吸引效应。 所以在当前的状态中, 会有人觉得肖战从荧幕返回舞台, 失去了更多影视作品中的角色, 但回过头来想一想, 也会让他收获非常扎实的演技和和业内人士的肯定, 有舍才有的。 不管怎么说, 肖战对其自身的演绎之路,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既然选择了话剧, 这就是一段任何事物都无法代替的成长, 能够让他学习到更多, 同时也为后续的角色进行铺垫。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